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19日 星期二 來到最深夜的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今天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先討論林作獲准保釋 結果各大傳媒都在警署守候 誰知林作竟然出了一招生動激勢 現場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據報有人叫外賣 一打開外賣 竟然每樣東西都得一半 街坊就說送餐員在公園偷吃 而相關港女不滿 平台拒絕退錢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林作等被捕百人是保釋的 女朋友玉美在警署正門聲動激勢 最後林作在後門走的 報道的內文提到 警方早前以涉嫌串謀抓了八名男女 懷疑和一宗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ASS一案有關 當中包括網紅林作 林作經通宵扣查過後 到今天9月19日和另外七名被捕人 獲准保釋後查 需要在10月中旬向警方報道 據悉林作需要給幾十萬元的現金作保釋 晚上9點多 林作的女朋友玉美自己開車到中區警署 並在律師陪同之下進入警署 到晚上9點55分左右 玉美自己開車在正門離開警署 沒有陪同林作 也沒有回應記者的提問 吸引大批傳媒追訪 不過現場消息指 林作與此同時 已經在警署的後門 避開傳媒的鏡頭 乘坐律師的車輛離開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今晚林作獲准保釋 在現場再上演一幕 性動激勢 首先是玉美 即林作的女朋友開車在正門 但原來同一時間 林作已經在後門洩了 結果大家都無緣見到 保釋過後的林作 和對事件會不會有回應 看靈就不會了 因為有一件事件搞到這麼大 牽涉那個騙款 已經去到超過十幾億的時間 事件都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 據報被捕的八個人 相信包括陳怡都獲准保釋 究竟之後會有什麼發展 我們都會繼續緊貼 另外也看看相關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被捕的八個人曝光 有一個人和幣少另案同屬被告 兩人都是平台員工 報導的內容看到 加密貨幣平台JPASS 涉嫌詐騙案 警方和證監在今天下午開記招交代事件 目前共有八人被捕 涉款已經12億元 據了解被捕的其中一人 叫鄧立信 去年因為一宗小額前債案件 和幣少爺王政傑同列為被告 另外被捕的兩個人 都是JPASS的員工 先後擔任香港註冊同名公司的公司秘書 被捕還有報稱毛業的林作 和原名叫陳詠怡的網紅陳怡 另外也有陳大怡加密貨幣交換店 商業登記擁有人陳凱怡 八名被捕人士獲准保釋 10月中旬向警方報導 話說36歲的網絡紅人陳怡 真名叫陳詠怡 報稱做Youtuber 另外一位31歲報稱無業的被捕人士 名叫陳可怡 根據商業登記 她是CYOTC陳大怡加密貨幣交換店的擁有人 據了解另外被捕兩個人 是JPASS的員工 分別是22歲的女子 曾楚信 報稱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和22歲的男子陳曉豪 報稱無業 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 他們曾分別先後擔任同一間本港註冊公司的公司秘書 那間公司在2022年4月曾經改名 改名前後的董事和股東的一個人 名叫郭浩倫 還有一名被捕的26歲男子 報稱是侍應 據了解 他叫鄧立信 根據法庭記錄 鄧立信在2022年12月 一宗小額前債申索案件當中 和閉少爺黃正傑同列為被告 黃正傑曾經在YouTube頻道高調宣傳JPASS 但是證監會警告過後 已經刪除所有相關片段 另外被捕的兩個人 一個是26歲姓李的男子 另一個是52歲姓鍾的女子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整件事真的混亂到不堪 當中最奇怪莫過於有兩個陳麥兒被捕 一個叫陳詠儀 即是陳儀的本名 即是Youtuber 另一間叫陳大儀的加密貨幣交換店商業登記 擁有人 竟然叫陳凱儀 究竟有什麼玄機 不得而知 兩個人都是陳麥兒 有沒有關係 整件事越來越朴朔迷 人物的關係都非常複雜 看來越來越多資料都需要整理 但是暫時最新的發展 就是被捕的八名男女獲准保釋 有關JPAS的事件 我們會持續跟進 另外講講本地的各大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外賣快餐打開 只剩一半 好離奇 街坊就說送餐的人在公園偷吃 港女不滿平台是拒絕退錢的 報道的內文提到 那位港女在Facebook分享叫外賣的不快經歷 指禮拜一 9月18號中午 叫了一個外賣快餐 餐點送底過後的約幕5分鐘 由街坊上門拍門 向他展示照片 表示親眼見到兩名送餐員 在屋苑樓下的公園吃快餐 就說 跟我說看著兩個外賣員 在樓下吃MG 吃完過後包裝好 好 再去到我們的屋苑 青衣海恩花園送餐 他有在遠處拍到外賣員偷吃的照片 港女就說 由於有工作要處理街坊上門的時間 他仍然未進食外賣的快餐 後來他打開餐看一看 就說 果然見到薯條少了一半 野飲都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從他上載的照片可見 街坊拍到有外賣員 坐在公園那張椅子裡 似乎在收拾包裝食物的紙袋 而他點的食物當中 薯條和薯角 明顯未有裝滿 兩杯熱飲也都只摘到 紙杯的三分之二滿 他於是拍照 向外賣平台投訴 就說已經將餐點吊氣 要求平台退錢和解釋 客戶服務員了解詳情過後 表明公司不容忍這類行為 稱會報告事件並進一步採取行動 又建議他為涉事的送餐員留下評分 不過指暫時未能為該案件作出其他跟進行動 相關的回應令港女不滿 昨天怒斥你覺得合理嗎 指控攝市的送餐員 令到他整餐吃不到 而平台在人證、物證、俱全的情況下 仍然拒絕退錢 就說一句道歉就完了 我都未要求你賠償我精神損失 只是退錢 你竟然說得出未能夠跟進 不過客戶服務只回答指他的意見 已經被記錄在系統裡 其後更加直接結束了對話 他又未有交代外賣平台 其後有沒有作出跟進或者退錢 但在鐵文裡 感謝好心通知他的街坊 直言如果不是你幫忙 我們應該會如常這樣吃了餐 找了很多群組都找不到你 希望你可以見到這個鐵文 真是好多謝你 鐵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批評送餐員的行為過分 就問有沒有這麼窮 穿著公衣 還要吃別人的餐 亦都有人說幫你試毒 不收你錢算是這樣的 亦都有人建議港女應該要直接報警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真的有照片 話說有個街坊很好心 見到那個送餐員 竟然在屋苑樓下的公園 打開別人的餐點 吃了一點 再包好 然後再送餐 這個街坊甚至上門 提醒相關那位的街坊 即是說 你的餐被人吃了三分之一左右 結果這個港女 向相關外賣平台投訴 竟然是不獲退款 事件寫了上網 亦都成為了新聞消息 未知會不會有進一步的下文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曠聖 我們下支短片繼續聊天